我的未來呢 想要當一個很厲害的舞蹈家 因為我最近就是看了一部 所以就讓我激勵了 想要努力的心情 所以啊 就是用他電影面的一段音樂 然後做了一個編舞 帶給大家 OK 好 他一直很喜歡跳舞 對 那舞蹈的部分她想當老師 其實已經可以當老師了 就已經很專業 非常地厲害 對啊 所以... 對啊 她的未來應該已經不是夢 對啊 她跳得怎麼樣 可以教我像我這種的 就有點執障的 可是妳還需要女生的老師嗎 要啊 我想要跟女老師學不一樣 妳就學比較不一樣嘛 對不對 我也滿想 妳可以幫我安排一個老師 我說老大跳舞是要會跟的 所以就算妳拜託咱們榮家老是來教妳 我看也是白費力氣 所以算了 真的 好 洪詩 跳舞跳得非常地不錯 謝謝 繼續努力啦 謝謝洪詩 接下來歡迎聽聽 謝謝戰狂嘛 為了把握登上雜誌那一個機會 妹妹們各個全力以赴 讓評審們在拘捨時傷痛腦筋 最初終於決定了 讓晉級決賽四位妹妹 搖搖請強洪詩和漢娜 一起分享這次的雜誌拍攝體驗 現在咱們就跟著鏡頭 去看看妹妹們的狀況 好棒 耶 我愛的社會 拍照囉 為什麼這麼說呢 沒錯 看我們三個 是哪位 我們還沒人 沒錯 就是我們上次呢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 透明系女孩 今天來拍照囉 拍到同邊 這裡有兩位 是透明系男孩的人 應該是 對 就很透明 對 沒錯 對 沒錯 待會兒就要拍照囉 對 除了另外還有行程要趕的汗 大家都是一早就來報到 還特別選了一些飾品 來搭配服裝 可見都做出功課了 不過怎麼就可以大神 東西每樣看起來都覺得怪怪的咧 在瑤瑤搶搶搶屋裡頭的冒險之後 美妹們暫時進入化妝間 開始競爭造型啦 接下來就要進風拍攝囉 所以我覺得我的妝大致完成 但後來的是 我覺得現在非常難 而且你知道加上 時間有點 距離我要考試時間有點緊迫 等一下要考試英文口試耶 哈囉 我連背都就是 才背了一半而已吧 心情非常緊張 然後希望 既然我妝間化那麼漂亮 希望大家老師都看到我的妝 那麼漂亮 會覺得我精心的打扮 然後就是老給我高分還什麼之類的 就老話一句就要有些順利 拋開考試的壓力 還有對於炸雞的怨念 打頭正上場的紅石 開始了今天的拍攝行程 擁有多次外拍經驗 對於箭頭還有攝影師的指令 都會紅石的不陌生喔 整個過程進行十分順利啊 不過誰也沒想到 吉卡美妹們在這之後 竟然面臨意想不到的重大危機 感覺非常的緊張及害怕 因為他們想要那種 小女孩然後微微笑 甜甜淡淡的狀況 但你知道我本人這個人 就是很容易 就是激烈的大笑 已經就是你知道 那種招牌的方式 然後就覺得有點困難 然後又覺得自己那個 皮膚太黑 就無法跟白色融入 但是一切都是順順利利 然後就是Juby哥哥 就是有這個教導了一下 謝謝大家 期待那個神秉出來的樣子 終於看到了雜誌發現的這一天 妹妹們當天辛苦的成果 在今年一次公開了 能有這樣出色的作品 除了肯定妹妹之外 也要謝謝工作人員 好了 我要一次會 咱們明天見